请问一下,圆周运动是什么状况 其实比较会问的 会写的是等速率圆周运动 因为它如果像比如说我们那个钟啊 时钟啊 秒针啊 一分钟走一圈啊 半分钟走半圈啊 这样叫做等速率嘛 快慢都一样嘛 如果连快慢都不一样 当然就不会以为它叫等速度啦 快慢是一样的 这样问起来还比较有意思嘛 OK,那我就问你啊 我们的圆周运动 它是不是等速度运动 或者正确的说叫做等速率圆周运动 它是不是等速度运动 是,为什么是 不是,为什么不是 OK 圆周运动是不是等速率圆周运动 是,为什么是 不是,为什么不是 你觉得呢 你觉得呢 非等速度就不用 非等速度就不用讲嘛 大小都不一样 不可能是嘛 所以应该为了叫做等速率圆周运动 它是不是嘞 来,你觉得是或不是 然后,为什么是 为什么不是 帅哥,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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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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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立啊 你觉得是不是,为什么是,为什么不是 方向不一样,方向不一样,很好 为什么不是,因为方向一直变啊 我们前面,我们前面敲过了,等速度运动,一定是什么运动 直线运动,因为等速度必须大小相同,方向也相同,方向不会变,一定走直线 这个走弯弯的,表示有转弯,表示方向有改变,方向有改变,当然就不会是等速度运动 所以等速率圆周运动就是等速率,大小一样,但是方向不一样 因此它不是等速度运动 那第二个问题是,那它是不是一个整加速度运动 我们在正常情况下,给你的题目,我们的圆周是一样的,快慢是一样的,所以向心的大小也是一样的 那,这个情况之下,它是不是一个等加速运动 刚刚讲过了,正确实话是,等速率圆周运动,是不是一个等加速度运动 这里的加速度,主要指的就是向心加速度 向心加速度,OK 它是不是一样,站起来说,是,为什么是 不是,为什么不是 是,为什么是,不是,为什么不是 一个等速率的圆周运动 它是不是一个等加速度运动 等加速度运动,它的圆周大小一样 快慢一样,所以向心的大小也一样 那这样它是不是一个等加速度运动 是,为什么是,不是,为什么不是 Number,可爱小老师,大人33 你的答案,是或不是,为什么是,为什么不是 是,为什么是 因为我开心,所以它是 不是,那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不开心,所以它不是 它是绕运,它是绕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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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废话吗 我刚才没有前后,他没有 先回答,到底是不是 你前面讲是,我想不是,确定要不是,对不对 那为什么不是 为什么不是啊 因为什么方向不一样 谁的方向不一样 我在问你加速度,所以当然是谁的方向不一样 加速度,加速度不一样 好,加速度,为什么加速方向不一样 因为它是绕运,因为它是绕运 不是这样讲啊 他怎么讲,他讲什么啊 他反正是绕运的,他没有 请坐,请坐,请坐 对,不是 为什么不是 向心加速度谁来的 向心力谁来的 向心力来的 向心力什么意思 很指向圆心 我永远都指向圆心 我的方向有一样吗 没有一样啊 所以力的方向随时在变 加速度方向也随时在变啊 所以方向 加速度也是向量啊 有大小有方向啊 等加速度必须要大小一样方向也要一样啊 这个等速度圆周运动 我的圆的大小一样 我的快慢一样 我的向心力一样 是指大小一样 可是我的方向一直在变 向心加速度来自向心力 力跟加速度一组 两个同时存在同时消失方向一样 那我的向心力一直改变方向 所以我叫做方向也一直在变 那他在变 所以他就不是一个等加速度运动 所以等速度圆周运动 不是等速度运动 也不是等加速度运动 叫做观念 要能够理解 OK